好,我们到这里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先来,我们先看一下问题还有什么 这边我们先稍微把问题知道一下还有什么 但是有机会各位可以去试 好,像我再加一个问题好了 这个问题假设我是选这里 各位有没有看到底下有个日期 这个日期就很适合 如果你今天想要问人家 他大概的生日 假设假设他问生日 我这边假设写一个生日 那你今天你会用到日期 好,那用到日期之后呢 你今天如果在预览的情况之下 他人家怎么填呢 你看这边日期 你只要点这个,点一下 用这个下拉式箭头点一下 他就可以用这样子去选 跳月份 这里是跳月份 那这个回到现在 回到今天 或者是你今天往不同月份 那你也可以从这里去拉 直接换 不过他这里只能这样子 所以免有点麻烦 你就变成说你要 你看他只能用这样子去换月 但是手机上可能就方便很多 你也可以尝试 就是说我现在有设这个生日了 来,我现在把它打开来 等我一下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扫一下QR控 等我一下 各位也可以看 有些东西在你的电脑上看 跟在手机上看的画面 会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像我们来看生日 点下去 诶,有没有画面上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差不多也是一样 就是你这边左边 箭头去换月份 右边 都是换月份 然后你要哪一个日期 假设你按这个 然后设定 它这边就出现设定的几月记号 生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当然如果它这边还有一个是属于时间 时间其实严格来讲时间上就可能比较 其实我们比较少用到 除非你今天你是一个订货单 你希望它大概在哪个时间送到 几月几号都什么时间送到 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时间之后你可以去点一下 然后呢,看到时间 它是这样子 几点几分,直接用手打 然后上午下午,选一下 它是这样子 OK 那你就会觉得好,很好奇啊 有日期 有时间 我也可不可以日期跟时间合并在一起 日期时间合并在一起 它这里 三个点点 当你设日期之后 右下角三个点点 它可以加入时间 这样就有日期跟时间了 可以吗 好,那 当然 如果你不要年份 只要月日就好 你可以把那个年份弄掉 就剩下月日,时间 好,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你可以把日期跟时间是并在一起的 就是你选了日期之后 在右下角三个点点选一下 好,那这个东西 有兴趣各位再回去再去练习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请各位看的就是 我们今天填了问卷之后 我们按了这个回复 我们这边这样往下拉看到都是综合的结果 如果我想要看到个别的人 它填的 从哪里看呢 我们来到最上面 回复的最上面 刚才点了回复之后 这边有一个 预设在栽药 预设在栽药 栽药的话就是把大家的东西同整在一起做个统计 好,像这样子一看 我要九个排骨 三个控肉 四个鸡腿 有没有 它都帮你绘整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个别的 我就移到最上面 切到个别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 你看 总共16笔资料的第一个 你就可以看第一个王小松 因为那时候还没设计性别 所以没有看到性别 有分机 便当 那时候还没有设计 这个兴趣的这些等等的 好 那我只要看下一个 我就按键头 下一个 第二个 叫王大聪 第三个 王中聪 反正就这样子 对不起 已经想不出其他那样 反正你就是这样可以一笔一笔一笔去切 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陆续看到每一个 好 每一个的选项是什么 像刚才后面 比较后面才是第十二个开始 我才有其他的 好 来看 往下看 有没有 就可以看每一张表单 每一个人填的 他到底填什么 每一个人填的他填什么 好 看个别的事情这里看 好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功能 请仔细看 这边有一个绿绿的 你移到上面叫做建立试算表 当你按下去之后 要见到哪里呢 他这边预设到订便当系统 后面多加一个刮盒回应 也就是呢 你现在只要按这个地方 按建立之后 从过去到以后还有人填的 都会在这个试算表里面都看得到 所以我当我按建立 嘿 你看他开了一个新的试算表 这就是刚才所有的名字在这里 性别 分机 便当 刚才你看 排骨便当90元 排骨便当 控肉便当80元 排骨便当90元 你刚才你打在上面的字 他就把你弄上 那你看刚才那个什么 合曲方块的 兴趣 他就会是这样子 用逗点做分割 兴趣的那一栏里面 这个人选了爬山唱歌弹行 他就逗点做分割 OK 然后另外呢 今天他 在那个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那个刚才这叫做线性方格 线性刻度 线性刻度里面 他这边就是直接是 直接把你 那个他不是用数字 对不起 是这个 线性方格是这个 订单满一口 刚才我们有一到五 所以是这边就直接是 那后面这些 就是那个 单选方格 单选方格 好 请问对每一个美食的接受度 然后 刮糊 臭豆腐 刮糊 额拉筋 刮糊 大肠 面线 然后可以接受度 这边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太好吃了 你看有没有 不能接受可以接受 每一个人做什么 他就全部都 帮你综合在这个 一个类似 Excel 但是他是Google 试算表 当中 而且 几点几分填达的 他都在这里帮你有一个数据 几点几分 他帮你多增加这个 第一栏 帮你增加的是 他几点几分填达的 都在这里 OK 所以你这个表单 如果放在网络上 以后谁填达了 他是什么时候填达的 这边都会做记录 OK 这个有助于我们未来要教各位一个 叫做记账本 你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加油了 手机就在旁边 加完油我赶快移到旁边之后 开始打说我刚才加油多少钱 那等到你一个月以后 你去检查他 我那时候是几月几号去加油的 前面就可以看得到 几月几号的几天几分 你加完油之后去打 OK 你根本不用自己去按时间 对不对 他自然把你那时候记下去的时间 放在前面 当然事后你要想改 你可以到四算表来 你要修改他的时间 可以去修改 OK 好 好 所以呢 回头来 请各位 可以尝试一下 在你设计表单当中呢 增加一个 看看是日期时间的 可以稍微试一下 然后预览一下 看结果长什么样 然后呢 另外再请各位看的是 我回复的结果 预设看到是栽药 你可以尝试切到个别 然后一笔一笔去看每一个问卷 问的是什么 大家填的是什么 然后呢 你也可以再按这个 绿色的方框框 有个十字的 在Google试算表中查看回忆 把所有资料倒到Google试算表 那以后我跟各位讲哦 你这个表单只要有一楼人填 你的Google试算表一样 资料就跑出了 非常方便 OK 好 来请各位试一下 再见